很好很好 我們今天 我跟你講大家完全都不要客氣 我們今天想講什麼就講什麼 超級開的 對 只是YouTube上是直接播出去而已 完全剪不掉喔 好 來 請說 大家好 我是韓冷娜 那我在這個戲裡面飾演的是 其中一個徵婚者 也就是吳蓬鳳大哥的前妻 那他是釀酒師傅 我是酒吧老闆娘 所以基本上我們所有的戲都在喝酒 太好了 對 所以原來你邊拍戲邊喝酒的夢嗎 沒有錯 金門高梁真的是很不錯 太棒了 而且我們還把它偷偷的加在道具酒裡面 所以就是辛苦的糖有真的喝到酒 水糖酒量很好的啦 對不對 待會問一下貝霞姐是不是就知道了 好 謝謝韓冷娜 好 我們有請馬鈴仙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好 我是馬鈴仙 那個 我在這部戲裡面演的那個角色 其實應該就是大概40歲的 林飛凡跟陳偉婷吧 哇 太好了 好像喔 真的很像耶 不然我不知道怎麼解釋 你現在站在立法院門口大喉大叫 都沒有違和感喔 好適合你喔 我覺得我今天好像是在 薇薇良品工作 哈哈哈哈 太棒 太棒 所以在裡面假設你是一個社運人士對不對 就是沒搞頭的社運人士 對 沒關係我們能夠為大家發聲很重要 所以社運人士也要去征婚 只是在裡面大家可以看到你很激動的罵這個李海寧 所以你現實生活中還敢很大聲的罵你的另一半嗎 怎麼可以 不敢齁 另外一半如果晚一點回家 你會直接先下櫃對不對 說為什麼那麼晚還沒有回來 不會 好的 我們要請這個佩霞姐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在裡面的角色你也很特殊 我們剛剛說大家都是征婚者 你也是其中一位征婚者嗎 對 對 我是來替我的前男友征婚 初戀男友征婚 不過呢 在講這個之前 我一定要謝謝發行人 然後我要謝謝整個劇組 你們讓我們家太開心了 哎呦 欸欸欸 我先mix給一下 還是你的角色我們之後再聊 大家自己看 自己看 我們有些事情要先聊一下 先講一下 他們都有謝 他們可以謝我 我為什麼不能謝 可以 我說你可以謝 我就說角色部分我們之後有講 我們先講一下你家裡很開心的事 好不好 那我們家都很開心 可以嗎 我在看誰啊 答應大家都可以嗎 好 而且我覺得佩霞姐非常非常厲害 就是 你可以讓很多在琴海中波折的人 可以快速找到幸福 你有這樣的能力耶 是不是 只要被你摸過碰到 或者是你知道盯到的 他們下一個都會有很棒的幸福 那當然 快點 現場有沒有人單身的 趕快哦 要抱 趕快抱一下哦 趕快被他摸一下 你要我摸哪裡 摸 都摸 都摸 好 都摸 好 有沒有現場是單身的 朋友們待會兒讓佩霞姐摸一下哦 我跟你講只要摸到 馬上就會有好對象 好不好 所以 顏藝文 或者是韓倫娜 對 啊 太棒了 對 韓倫娜也要摸一下 要摸一下 對 當朋友嗎 當朋友嗎 不用了 不用了 好的 所以在裡面呢 佩霞姐的角色 讓所有的朋友們可以感受到 就是不一樣的溫暖 不一樣年紀帶給大家的感動 對嗎 對 我演的是一個 我替我的前男友去徵婚 因為他一直等我 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 那我就覺得 好像應該要幫他找一個對象 所以很多的 都這個去徵婚的人都是男性 對 所以你有看到我穿的跟 像男的一樣 對 我要假裝像個男的一樣 對 所以呢 不管是佩霞姐在戲裡面 或者在現實生活中 都幫有一些 一直等 一直等 一直等的人 找到了真正的幸福 好大聲的笑聲 謝謝